我先歪樓一下 因为很多人敲门 敲碗 说赖教授何时可以秀他的六块鸡 我哪有六块鸡 你要不要圣经爷来秀一下 你的肌肉 我现在的六块鸡是被一层脂肪包起来 被脂肪包起来 所以现在是不是美国的军力 有点像你的身材一样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秀 吃得肥肥的这样子 每天吃那个甜甜圈 然后吃那个汉堡 热量太高了 赶快网友要敲你 到底什么时候要露你的六块鸡 你从很多节目到现在 那个是主持人自己在那边 不是我同意的 这个不行 这个会让我们的网友 那个当天吃的饭都不见了 好 不知道哪个主持人 现在开始要斩首行动了 把他斩掉 讲到这个斩首行动 我们都知道大陆还在福建 好像有一个模拟台湾的地形 不断的在这边去模拟 去练习这个斩首行动 就教授你的了解的话 现在大概进行的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这个军事人员 或者是所谓的 所谓的军事专家 有时候也会变成军事小说家 因为军事的事情真的是很严肃 我讲实在的 因为战争嘛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 然后如果说一旦会有出战 或是会有交战 或是会有摩擦 那个都会闹人命的 都会出人命的 所以一般来讲 那不能够玩加加酒 美国不会玩加加酒 大陆我的判断也不玩加加酒 所以他们会比较严肃 那目前来讲 他们是有好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内陆 就在蒙古 那个他们有一个 反正不是海边沿海城市 他们在那个地方 有很大的一个基地 陆军的一个基地 然后在这个基地里面 他们有做一些模型 然后他们有一些 例如说工程站 或是巷站的 这种地面站的演练 那你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是海站的演练的话 通常都会 例如说有时候选择在南部 厦门那些门 厦门还离台湾太近 那这会让你台湾的很多民众 或是让金门人 会感觉到很害怕 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 例如说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很北的地方 例如说在这个中部地区 离台湾远一点就对了 周三群岛那个地方 然后在选择这个地形 比较像的地方会进行 可是乍射台湾也有在做 台湾的飞行员 这次出事里 就是在练乍射 好 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就在于说 本来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海岛 这个海岛 原本两岸之间因为有九二共识 那有九二共识 那就彼此之间相互尊重 所以就有一个台海中线 就有一个默契 那这个默契就这个 这个线我们叫默契线 因为它不是法律线 它没有说我们今天双方坐下来 然后谈完了以后签了一个协定 一种默契 对 它是默契而已 因为它不是法律文字 那一种默契的话 就是说你承认九二共识 我也承认九二共识 那我们不但在外交修兵 然后我在军事方面 我就飞到中心我就回来 那我们台湾也是飞到中心就回去嘛 但是在过去 台湾的空军比较强的时候 台湾是没事就飞过去的 是这样子啊 我们黑猫中队啊 就会越军的条中线 就一顶天这样 我们没有 我们是飞到大陆的本土 我们去进行空拍 去进行收集情报 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个 我们的侦察机被击落 就是美国不敢飞 就叫我们飞 然后我们的飞行员常常被击落 所以黑猫中队有很多的遗骸 就在大陆啊 我们是美军的马前卒就对了 一直都是 所以过去是台湾 越过台海中线 现在反过来 现在是反过来 对 所以那反过来 那你就知道 那个哪一边的力量比较强了嘛 以前是台湾的空军比较强 所以台湾常常越过去嘛 那现在是大陆的空军比较强 那再加上两边没有九二共四了以后 那大陆当然就是 那就默契新就没有了 是是 没有的情形下 现在为什么我们会说 要大家要比较留意的地方 是在于 过去大陆的飞行员 对台湾周边的空域不熟悉 不熟 这个就好像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玩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做一些研究 那我们通常就说 如果有人去过 他知道哪个大街小巷哪个地方好吃 就是先去侦查地形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先有人去侦查地形 或者去我们 去采点 我们叫采点 对 采点 那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次一个摄影团队出去的时候 你看都会要有人先去采点 他才会后面 作战也是一样 作战要有侦查兵 那所以你看 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陆过去对台湾整个岛 是不熟的 你只能从库垢 然后是从他们的北斗那边来看 可是那个是不实际的 因为要飞行员直接飞到这个地方亲眼看 这个才有意义 所以你会看到在当目前来讲 没有九二共识 美国打台湾牌 然后我们的政府也很开心的 跟他们打的双方就打得好开心 莱猪也吃了 然后部长也接待了 然后台湾开心到不行的时候 那就双方的局势就一直升高 可是台湾这是玩虚的 因为我们玩完了以后就没了 可是大陆是玩虚的 因为你一旦没有了默契了 那没有默契 他就越过中线了 越过中线他就飞过来看一下 然后他的这些掌机 他们就轮流飞 所以每个掌机就对于台湾的 例如说清泉岗基地 我们的新竹的空军基地 现在都了落指掌 对我就越来越熟了 然后对我们的左营港 台中港 苏澳港 然后对于这个台积电的位置 我们的足科 科学园区的位置 每个地方都越来越熟了 因为他就 他在飞的过程里面 他就可以不管从雷达 或是从食物的状况 从目视 然后在飞的过程中 他都看你的飞行员上来 然后看你的飞行员的操作的方式 然后彼此之间有教育 有遭遇 可是他这样子一段两次 他就可以测出 你的反应时间大概多少 然后你飞到这里大概多少 然后你能停留时间多少 可是他的飞行员是轮流在飞 那我们的飞行员因为人数少 对 我们飞到最后 我们的飞行员就疲倦不堪 然后飞机飞完回来就要维修 那你飞机就不断不断的在维修 然后我们的引擎的寿命就越来越短 因为飞机是靠引擎 引擎是有寿命的 例如说我这个引擎只能飞几千个小时 或是几万个小时 那你一直飞飞飞飞完以后 这个引擎就不能用了 就先给你来个消耗战就对了 对不对 那有专家评估说 如果大陆真的是要武统的话 过去是十年嘛 现在有可能压缩到六年就完成 这是即将要卸任的印太 美国的印太战区的指挥官 他的评价 但是新接的那个战区指挥官 他认为更短于六年 更短啊 就是他们是从这个沙盘推演 也就是他们美国所能够收集到的 中共军方的数据 例如说他们的战斗机有几架 飞行员的训练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那些武器的弹药 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把他丢进他们的兵器 推演里面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模拟中美在南海跟东海 的一个交战的一个情况 美国大概能撑多久 就全军覆没 然后台湾如果两边交战的话 那台湾能撑多久 那他们的估计里面就认为说 这个台湾的抵抗力是越来越弱 然后所以时间就越来越缩短 因为这种计算的方法 它是这样子 就是假设你是大陆方 那假设你用大陆方的话 你想用武力的方法 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那你一定是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的伤亡 降到最低 然后让你的这个抵抗力支撑是最短 那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损害嘛 就是说损害到什么是最合经济效益的 然后那个时间点就是最适合动物的时间了 那也就是说我的人死的最少 战争的时间最短 然后就可能解决战事 然后台湾就恢复经济社会政治秩序 然后但是从此以后 这个我们的目前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就降下来了 然后升上去的就是红色的这个五星旗的 就改变了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所以英太的司令 他的计算就认为大概要六年 中国的军力就足够的 那现在的新的他就认为更短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依照他们的这个兵推来讲 是不是代表美国的蓝色的旗子 好像很快就被歼灭掉 无法赢红色代表中国的旗子这样 对因为美国他们的兰德公司 还有很多的他们的这个 国防部的这些官方的沙盘推演中 他们就估算在南海跟东海 因为美国我们是这样子跟各位报告 报告一下 美国有一百多万军 对但是美国目前来讲 他的海军的总盾位 总盾位比大陆还多 对对对 但是他的战舰的比大陆少 战舰比大陆少 大陆少 因为他美国有十个航母战斗群 目前十一个了 十一个航母战斗群 他每一艘航母 就是十顿到十二顿重 而你看我们刚刚讲的0555才一顿 那辽宁号就是六到八顿 那你然后大陆才两两艘 所以总盾位来讲美国比较多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以这种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美国比大陆少 然后对于新式的战舰 美国更少 因为美国穷了 美国太穷了 就是虽然美国的国防预算 七千多亿美元 可是美国的大兵的薪水高 军官的薪水高 然后你的生活的支出的成本高 所以你这边支出去以后 你剩下能够军事采购的费用就减少 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它的国防预算 例如说大概在1500亿到2500亿左右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就算2500亿好了 就台湾的25倍 可是它的薪水比较低 它的行政费的开销比较低 例如说你买这些油漆 那些便宜嘛 相对来讲便宜 所以大陆的这个 可用在军事方面的钱就比较多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政府的负债比较少 美国政府的负债太大 那美国政府要拿一堆钱去还 以前跟联邦政府借的钱 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 它可以用的钱就没有那么多 因此它要换船舰的比率 频率就会比较少 然后再加上它的造船能力 越来越弱 现在中国大陆造船能力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所以美国造军舰的能力 比中国大陆造军舰的能力弱 然后再加上美国还有大西洋要顾 美国好多地方要顾 所以美国大西洋 你还要派一个战区 然后中东地区还要派一个战区 那你如果把中东地区的战区 拉到这个南海来的话 那个地方的伊朗 伊拉克 很多的这些反美的 它就活跃起来了 然后美国整个中东地区地盘 就会失去了 那你如果把从欧洲战区 拉过来的话 那俄罗斯它的力量就扩大了 它就可以扩大它的影响力 例如说对于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芬兰等等 还有对于乔治亚南部的 就是他们南部的乌克兰 整个都把它吃掉 那这样的 所以美国就不可能把它的 欧洲战区 就是北大西洋 不会轻易去调动 它不会调动 不会调动 中央战区也不调动 那你剩下印太战区的兵力 印太战区的兵力 那就中国大陆的几分之几而已